大家好 夏季是卸爪兰的休眠期 那么在休眠期的卸爪兰呢 我们是不能够给它换盆的 但是呢 卸爪兰如果出现了盆土板结的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过 在出现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 使用上这个蚯蚓份 使用之前呢 我们先用一个小铲子 把它盆土表面这些土啊 缠松一点 像我这一盆 大家看现在呢 已经有一点点板结的迹象了 然后呢我们给它缠松一点 大家注意不要伤到它的根 然后我们将这个蚯蚓份 给它撒在盆土表面 然后呢和你这些土啊 拌一拌 这样可以让土壤啊 呈现一个团力结构 那么就不会再板结了 那么就有花有问了 我们在使用蚯蚓份的时候呢 只能够把盆土上半部分的这个土壤呢 把它呃呈现一个团力结构 让它不板结 但是盆底还是板结的情况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们就可以给它用上这个EM原录 也就是给它补充EM菌 为什么补充EM菌呢 这个EM菌呢 可以为你的这个盆土啊 补充非常丰富的这个 有益活菌 还有微生物 那么这些微生物呢 它就可以在这个盆土里面呢 然后分解有机质 这有机质分解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让盆土产生一个团力结构 那么你的盆土就会特别的疏松透气 不会再板结 那么我们怎么用这个EM原录呢 我们将它呀 你这个清水来按照1比1000的比例稀释 然后呢 采用这个灌根的方式就可以了 我们大概呀 就是7到10天呢 给它灌根一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消除盆土板结了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 因为夏季是它的休眠期 这个时候不能过多的浇水 我们最好了 就是根据你盆土的状况来 可以决定什么给它使用这个EM菌 我们大概呢 就是等到盆土干透了 再来给它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担心出现烂根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在盆土里面撒上一勺小粉药 小粉药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杀菌剂 可以杀灭掉盆土里面的病菌 那么这样浇水之后呢 就不容易烂根 所以呢 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如何消除这个卸爪蓝盆土板结的一个情况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